孕婉期身体出现这几种不适,恭喜啦,说明拍宝宝要和妈妈见面了,一,小便平凡,是军怀态,这一怀孕就是大半年,终于到了孕婉期,孕妈的身体特征,也会变得越来越明显,邻居痘痘妈长到都不敢睡觉,还没睡着就被尿叠醒了,有次打个喷嚏尿,直接就飙出来了。 给我尴尬的可不是一点两点,使得住尿量减少,排鸟次数随之也会增多,就会出现小便平凡的现象,这是很正常的,不用担心,一般来说,是台宝宝要和你见面了,二十月大增,三,见红,四,腿不疼痛,明显,到了孕暖期,孕妈会出现各种不适,有的是紧张造成的, 有的是孕期正常现象,很多孕妈反应,孕妈期腿部疼痛明显,当胎儿抬头进入盆底后,顾盆受到子宫挤压,孕妈左右吃骨的连接部位,会渐渐变得松弛,从而会直接影响行走,每走一步,大腿根部都会感到疼痛,这是很正常的现象,随着分娩临近, 这种表现会越发强烈,孕妈不必担心,做好代产准备就行了,不,胎动减少,许多宝爸最喜欢的,就是把耳朵接在孕妈肚子上感受胎动了,喜新的宝爸会发现,越是临近欲差期,胎动现象越少,胎儿抬头进入骨盆后,位置相对不定,活动受到限制, 加之公缩影响胎儿活动,一般来说,每小时大于三次,但是不会像以前那样明显,胎动铭钱减少,当胎动铭钱减少,并且接近欲产击了,宝爸就可以准备准备去迎接小生命的到来了,愈满期身体出现以上这几种不适,不必担心,这些都属于正常现象,说明胎宝宝要和妈妈见面了,调整好情绪, 多多休息,准备好待产即可,宝爸就算工作再忙也要放下了,和宝妈一起来迎接我们的小可爱吧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